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贤却认出他身后马车里的叶灵儿 叶灵儿身为京都守备独女 自幼便喜欢在京都的街道上骑马 不认识他的老京都人还没有几个 戴震马上对着马车上的女子哭嚎道 叶小姐 叶小姐为下官做主啊 叶小姐 叶灵儿看了一眼范贤平静的有些怪异的脸色 哪里敢说什么 书的一声将脑袋收了回去 戴震知道今天完了 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高声大骂的 你们知道我叔叔是谁吗 敢抓我 我叔叔是 得了范贤的眼色 邓紫月知道大人不想听见戴公公的名字 横起一刀扇在了戴震的嘴上 木风儿这时候才明白了过来 有些惭愧的从怀里掏出一根 两头连着绳索的小木棍 极其粗鲁的别进了戴震的嘴里 木棍材质极硬 声声吞破了戴震的嘴角 两道鲜血流了下来 话自然也说不出来了 四周民众惊呼一片 范贤充耳不闻 只对着木风儿说道 我不管他叔叔是谁 我只管你叔叔是谁 做事得利心 也给木铁丢人 木风儿羞愧应了一声 将满脸是血的戴震扔回马车上 回身便带着属下 抓了几个引在围观民众中的打手 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反抗的机会 直接就是用院中常备的包皮铁棍 狠狠将他们砸倒在地 看着动手了 围观的民众无不畏惧 叫嚷着四处散开 却又在街角处停下了脚步 好奇的回头望着 只见一片暴雨之中 几名穿着雨衣的监察院探子 正挥着棍子 面色阴沉地殴打着地上的那些大汉 也许是这么些年监察院的鸡威 那些大汉竟然没怎么敢还手 场面有些血腥 范贤看着远方那些看热闹的民众 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 却令人意外地没有回自己的马车 而是将帽子一先 直接钻进了叶灵二的车销 叶灵二受了惊吓 心想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钻进我的车里来了 范贤装成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看着叶灵二威尸的头发 愣了愣 从怀里取出一张手绢递给他 叶灵二接过来擦了擦自己的尸发 绣着手绢上有些淡淡的香气 以为是碗而用的 笑了笑 然后开始问先前究竟是什么事情 范贤苦笑了一声 将带阵的所作所为讲与他听 叶灵二好奇说道 这么点小事 怎么有资格让你亲自来看着 这京都的水深着呢 你别看那个戴阵 只是个管卖菜的 但贪得不少 之所以他有这么大胆子 还不是因为他有个好靠山 他的亲叔叔是宫里的代工工 我今天亲自来作诊 就怕手下动作太满 惊动了老戴 我不出马 一处还真拿着宫里的人 没办法 叶灵二睁着那双明亮的眼睛 爹爹曾经说过 宫里的事情最复杂 叫我们兄妹紧了别碰 师父你胆子真大 不过是个太监骂 范贤笑了笑 心里想着 太监本来就是没有人群 不要小看宫里的这些公公 他们也是有主子的 你落了他们的面子 也就是不给宫里 那些娘娘们的面子 范贤微微一正 似乎此时才想到这个问题 片刻之后 脸上回复阳光笑容 那又怕什么 我不喜欢晚上去宫里当说客 如果那些娘娘们找我的麻烦 我这假父母 大不了车顿宫里的规矩板子罢了 叶灵二微微偏头 看着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车到了范府大门 二人下车 早有藤子经在外候着 范贤嘱咐他让媳妇来把沈家小姐安置到后院的宅子 便领着叶灵二往府里走去 却还没有忘记将叶灵二手上那块手绢要了回来 手绢是偷的海棠的 范贤不舍得送龙 代公公是淑贵妃宫中的红人 而叶灵二马上就要成为二皇妃 等于说淑贵妃是叶灵二未来的婆婆 叶灵二也马上就是代公公的半个主子 范贤先前与叶灵二说这么些子闲话 为的就是这层关系 手绢舍不得送他 但能用的地方还是一定得用 这雨在京都里连绵下了一天 在牧食的时候终于小了一些 得到了消息的代公公 气急败坏地从宫里赶了出来 她是宫中当红的人物 因为淑贵妃文采了得 时常帮陛下抄写一些词文 连带着她这位淑贵妃身边的近视 也有了往各府传圣旨的要差 就像范贤第一次领到圣旨 受封太长寺邪律狼时 传旨的便是这位代公公 往各府传旨 好处自然拿了不少 如今她为例出宫入宫 也没谁敢说句闲话 代公公满脸通红地站在简书厮门口 看着里面的一地狼藉 听着身边那些人的 哎呦惨叫之声 气不大一出来 指着自己侄子那些手下 尖声骂道 早就和你们说过 经理别的衙门可以不管 但这监察院一定要侍奉好了 有的人捂着被打宠了的半边脸 哭着说道 祖宗爷爷 别人里没少送好处 家大爷还递了张银票 那个医处的官员也收了 谁知道 他们还是招朝不悟啊 代公公气得浑身发抖 兼着声音骂道 是谁敢这么不给面子 哪个小王八蛋领的对 我这就去找木铁那黑脸 居然敢动我代家的苗尖尖 他是宫里的太监 监察院管不着他 还确实有说这个话的底气 老修成怒之下 便坐着轿子去医处要人 虽说代镇这个侄儿不成器 但这些年来还是送了不少银子来 总不能看着他被监察院里那些刑罚 整吊半条命去 京都的官场 谁不知道监察院那种地方 进去之后 就算能活着出来 只怕也要少几样零件 轿子来到医处衙门的门口 代公公心里却动了疑 多了个心眼 先让自己的小跟班进去打听了一下 不一会儿功夫 小跟班出来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声 代公公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盘缓了许久 一咬牙道 回宫 浑身带伤的那几个打手 看着老祖宗的轿子要回宫 心里顿时慌了神 也顾不得就在医处的门口 就直接喊道 老祖宗 您得可谓咱们主持公道啊 代公公果然不愧是 出身江浙鱼挑的人 宣旨的经历 练就了嘴上的上家功夫 一口谈就吐了过去 不偏不倚 恰好吐在那个人的脸上 颤着声音咒骂道 咱就是公公 不是公公 说完这番话 他便窝回了轿子里 心里极为不安 先前小跟班打听了清楚 今天亲自领队的人 居然是小范大人 代公公这时候才想起来 圣上已经将院里的衣处 画给了范提斯监管 只是这位小范大人 为什么瞧上了他的侄儿呢 代公公清楚 自己的侄儿就算贪 但比起朝中这些金官来讲 实在只是一只小蚂蚁 他哪里想不到 范贤只是想练兵 以及做笔开门买卖 却联想到了自己 一想到范家如今熏天的权势 代公公的心里 也不禁寒冷了起来 代镇手下那个打手 看着绝尘而去的小叫 有些傻乎乎的 抹去脸上的恶心谈印 心里始终闹不明白 代公公 这是怕谁呢 后几日 代公公去了一个机会 在书贵妃面前提了提这件事情 奢望着能把侄儿捞出来 也想打听一下风声 不料书贵妃竟是不知道从哪里 已经提前知道了此事 对他侄儿代镇的所作所为 清清楚楚 毫不恼怒 狠狠地将他责罚了一通 代公公这时候才醒悟到 那位小范大人 早就已经通过某个途径 断了自己的后路 又惊又惧之下 他终于舍了这张老脸 好不谦卑地跑到一跪平宫中 一通讨好 这才通过柳氏的关系 悄无声息地向范府 递了一张薄薄的银票 另一边 负责审理此案的木风儿 也在挠头 他看着没有转去天牢的代阵 心里一阵恼火 就是这个泼辣货色 让自己在范提斯面前丢了大脸 但范提斯却下令 不准对这个小角色用刑 这是为什么呢 他手里摸着腰带中 才发下来的丰厚银两津贴 不免犯了嘀咕 范贤令一处捉拿代阵 正是因为对方身后 有那位太监头子 京都里的官员发现 连代公公都干净利落的 扶了软儿 自然震慑于监察院一处的决心 与范提斯的手段 一处的工作 有条不紊地在京都里 暗中开展起来 依照往年的规矩 黑夜里破门而入 悄无声息地 将那些官员请回院中 突如其来的整肃行动 给京都带来一阵 并不如何惬意的寒风 众经官以为 这位大才子 又要像春天时那场案子一样 在京中掀出一场风波来 但渐渐地 人们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此次风波中查处的官员 品意都比较低 没有各派里的要紧人物 也没有什么牵连盛广的大案 朝中的大佬 各皇子的陈属 看在范贤的面子上 戴公公的前车之鉴上 并没有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 时日久了 发现这场风波 并没有涉及到官场的要害 只是些零碎的悄悄打打 众官本有些提着的心 也放回了腹中 猜想范贤只是新官上任 借这三把火力威而已 火势虽然不大 但总有人担心被波及 所以最近这些天 柳氏成了范府里最忙的人 那双往日里喜欢毫无烟火器 递过一张银票去的手 如今开始极有香火怜悯气息的收银票 而这些银票 他自然全都转到了范贤那里 范贤又捡了大部分 发到了处理 又将剩下的部分送到了盐府 从古至今 从范慎的世界 到范贤的世界 钱财始终都是收抚人心 以及安抚人心的无上利器 所以监察院一处的职员们 干劲好了很多 而成功的亲密接触过 尚书夫人手指的各派官员们 也心安了不少 送钱的 收钱的 各自安慰 事务已经步入正轨 所以范贤今日没有去新封馆 而是坐在自家的书房里 翻看着手中的暗宗 暗宗是木铁归纳的 文笔虽不精致 但盛在条理清楚 戴公公那位侄儿 在交了一大笔罚金之后 终于侥幸从监察院里全身而回 钻了庆绿的空子 没有以往刑部或是大理寺 只是简书司的那个小官 自然是当不成了 另外几宗小案 也处理得比较温和 依道理讲 监察院既然检查蔡叔的案子 只怕那位戴震不止要掉乌纱帽 连脑袋也保不住 不过范贤有些欣赏 戴公公的知情失趣 帮自己减少了日后的一些麻烦 而且叶灵二漠不作声地 进攻帮自己说了话 却又带传了 书贵妃一句求情的话 这个人情自然是要卖的 石产利 看着书桌对面 自己那位年轻的门师 有些坐立不安 双围之后 他的三位好友侯继长 杨万里 程嘉林 已经外放为官 据来信讲 在各郡路都做得不错 林仔相在朝中多年 各郡路周中 自然遍布着关系 这些人如今都把眼睛瞧着范贤 对于范贤的三位得意门生 自然是要多加照拂 四人之中 只有他榜上无名 自然无法立刻踏上仕途一展身手 范贤临去北齐之前 给他留了一封信 让他等着自己回来 不料范大人回来以后 却马上接手了 监察院一处的事务 石产利实在不清楚 自己能够帮门师做些什么 想到友朋以为一方之木 而自己却只能坐在书房里 抄录一些暗宗 纵使他性情极为输了 也不免有些黯然 范贤抬起头 看了他一眼 是不是觉着太门了一下 老师年纪 比我还要小几岁 都能如此沉稳于 繁琐公文之中 看来学生 也要磨码一些性子 范贤和和一笑 心想 如果是侯姬长在这里 肯定会站起身来回话 如果是杨万里 说不定 早就忍不住心中疑问 开始质问我 为什么私放重犯 只有这位石产利 不急不躁 却又不会言语乏味 当初决定让他留在身边 看来不是个错误的选择 别叫老师了 我宁可你叫我大人 不是官位太浓了 只是觉着 感觉有些荒唐 石产利愣了愣 其实考生 比主考官年轻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常见 他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范贤将桌上的暗宗递了过去 你有什么看法 石产利不知道 大人是不是在考教自己 只是这些公文 这两天里已经背得烂熟 摇头诚恳说道 学生实在不明白 老师 大人此举何意啊 如果真是要打老虎 也不至于总盯着这些耗子 只是给一处的猫儿找些事做 熟出手 将来真做大事的时候 也不至于太过于慌张 石产利假装没有听到大事二字 诚恳请教道 大人 在朝为官 自然要为圣上分忧 为朝廷做事 但是 看大人这些天来的形势 虽然抓小放大 但总还是得罪了些人 得罪人 是监察院必有的特质 你也清楚 监察院是陛下的私人结构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企 而是圣上的私企 我们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 所以不论是宫中的角度 还是监察院自己的角度出发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得罪人的角色 而一处身在宫中 被这京都繁华伴着 根本丧失了当初陛下的原因 不顾强恨 不顾阴狠 陛下让我来管一处 自然是想一处回到那个最初 敢得罪人的角色 感谢收听本集 庆余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